《猎王记上》第五章 推罗王西兰听见以色列人高立了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 就派遣自己的臣仆来见所罗门 因为西兰一向爱大卫 所罗门也派遣人去见西兰说 你知道我的父亲大卫为了四周的战事 在耶和华使敌人都扶在他的脚下以前 他不能为耶和华他的神的名建造殿宇 但是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尽太平 没有仇敌也没有灾祸 所以我有意要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建造殿宇 正如耶和华曾对我的父亲大卫说 你的儿子就是我要使他接训你坐在王位上的 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现在请你命令人从黎巴嫩为我砍伐香薄木 我的仆人要与你的仆人一起工作 至于你的仆人的工资 我必按照你所说的付给你 因为你也知道 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那样善于砍伐树木 西兰听见了所罗门的话就十分欢喜 说 今天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赐给了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 治理这么众多的人民 于是西兰派遣人去见所罗门说 你派人来向我所传的消息 我都听到了 关于香薄木和松木的事 你心所愿的 我都照办 我的仆人要把这些木材 从黎巴嫩运下海中 我会把木材扎成木筏 从海上运到你指定我的地方去 我在那里把木材拆开 你就可以运走 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 用粮食供应我家 于是西兰照所罗门所想要的 供给他香薄木和松木 所罗门也给了西兰麦子2000公顿 纯油40万公升 作为他的家的食物 所罗门年年都这样供给西兰 耶和华照着他应许所罗门的 把智慧赐给他 西兰与所罗门之间 彼此和平相处 二人互相立约 所罗门从以色列众人中 征召做苦工的人 这些做苦工的人 共有三万 派他们轮搬上黎巴嫩山去 每月一万人 他们一个月在黎巴嫩山上 两个月在家里 管理这些做苦工的 是亚多尼兰 所罗门有七万个 搬运重物的工人 有八万个 在山上凿石的石匠 除此以外 所罗门还有三千三百个 监管工作的官长 管理做工的人民 王下令 人就开凿出又大又贵重的石头 用凿好的石头做垫的地基 所罗门的工匠 西兰的工匠和加巴勒人 把石头找好 又预备建造电宇用的木料和石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